《天萬報》有一段很小很小的報道 小到你如果不注意的話 你根本會看不到的 這個報道就是說 兩國圓滿地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就是這句說話 就挑起我的根 就是 如果我們是正常的理解 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就是蘇聯 拿走你大量的領土 150萬平方公里 你說歷史 這個是歷史的原案 歷史遺留下來的蘇聯侵略的結果 就是沙鵝侵略的結果 你說要圓滿解決 那你是不是已經拿回這一堆土地呢? 如果你拿不回這些土地的時候 你何來圓滿解決呢? 這句說話就令我很耐耳 所以我就會寫這些文章 所以它是彼此都有公佈 但是彼此都是很低調 反而俄羅斯那方面就很高調 因為它實際上就是迫你中國承認 過去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邊界事實 所以呢 俄羅斯那邊就大肆報導 但是中國這邊呢 人們就報了一段非常小的新聞 我都說小到你根本如果你不是看慣報紙的話 你會miss 你說 至於你說為什麼江澤民當時要這麼簽 大家都覺得很不合理 因為當時的俄羅斯呢 解體前夕 最早簽的時候是1991 三四月以上 七個月之後 我蘇聯就解體了 就好了 谢谢观看